俄军之前从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周边撤军了 现在又面临重大挫败 俄军这次大撤军是从南部战略的大城赫尔松撤退 他已经失去了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唯一陆路 这是莫斯科宣布并吞赫尔松才不到六个星期 就被乌军重新拿回故土 美国军方高层估计开战到现在 俄军的死伤超过了十万人 而乌克兰官方对于俄罗斯的军队 是不是已经从赫尔松大撤冰比较保留 怕的是俄军设下陷阱 乌克兰总统的顾问也表示 到目前他们并没有看出大撤军的迹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260天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从他们唯一拿下的地区首府 南部战略城市赫尔松撤退 一旦成真将是俄军开战以来重大挫败之一 也可能成为乌战重要转列点 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最高指挥官板着脸 严肃地向国防部长绍伊古报告 当地补给困难 绍伊古批准了撤军提案 同时下令在聂伯河对岸部署防线 与9月仓皇撤出乌东哈尔科夫地区不同 早在几个星期前 俄军就开始放出撤军消息 大举撤离平民 称已有超过11万人搬迁 赫尔松主要行政大楼上的俄罗斯国旗被拔下 街上士兵越来越少 俄军检查哨也消失 而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周二晚上炸掉前线数条桥梁 要拖慢乌军脚步 再再为撤退做准备 不过乌克兰官方显得相对谨慎 就怕这是俄军设下的陷阱 英国陆军前参谋长也有类似看法 更诡决的是莫斯科在赫尔松扶植的二号人物 副州长斯特雷姆索夫周三突然死于一场车祸 乌克兰总统顾问推文表示 目前仍没有迹象显示 俄军会不战而退 乌军是根据情报来解放领土 而非刻意演出的电视声明 乌军利用美国供应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成功阻断俄军补给 10月初炸掉部分克里米亚大桥 让俄军物资短缺更加严重 若乌军真能夺回赫尔松 将可往扎波罗热和其他南部地区推进 甚至拿回2014年遭病吞的克里米亚 但对克里姆林宫来说 国内舆论压力肯定会上升 俄军士气恐怕也会更低落 国际上莫斯科寻求支持的中国和印度 也可能视为败向显露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秘立 9号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则表示 俄军在赫尔松有两到三万部队 完全撤退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 俄军可能利用这次撤退重整旗鼓 准备春天进攻 但这也是谈判的机会之窗 另外他也估计八个多月下来 俄军已有超过十万人死伤 乌军也差不多 乌克兰平民则有约四万人丧命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 跟着乌军进入赫尔松 士兵忙着检视沿途武器 设置网路连线 防空东外则有热腾腾的罗宋汤 为过冬做准备 而同样卫军南部要冲的尼古拉耶夫 乌克兰国家卫队士兵联合民间技术人员 把机关枪安装在改装车辆 DIY自制防空武器 据称能打下约80%的俄罗斯无人机 最近几周 俄军利用伊朗制无人机 大举攻击民生基础设施 尤其针对发电厂和水坝 乌克兰人土法炼钢 要靠民间智慧技能 打赢这场战争 据称换众开报道